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些个高管人员 也是非居民或者是无住所的居民 但是他们的身份是高管 他们的90天规则和6年规则 就跟非高管不一样 因为毕竟高管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高管人员往往是境内境外 他因为同时任职嘛 他是很难分清楚 他这个是境内工作还是境外工作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高管人员的规则 同样第一个根据他的居住时间 当不超过90天也是非居民 这种情况下 您看跟非高管区别在哪 就在这有区别 首先大家看来自于境内所得中 境外雇主支付的部分免 这点是跟非高管一样 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不管你在境内境外了 你境外所得中 哪怕是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也要争了 仅是境外支付的部分不争 你看非高管这一部分是不争的 区别点是在这 所以你在境外获得的所得中 就是境外工作期间内 只要是境内雇主给你支付的部分也要争 超过90天没超过183天的境内这一部分 没有问题就没有优惠了 同样本来这个非高管是境外这一部分 是绝对不征税的 但是高管人员就是境外这部分所得 只要是中国雇主支付的部分照样征 哎这就是他区别的地方 跟非高管就在这两点区别了 而非高管只要是境外的所得 根本就不争 如果过了183天 这都一样了 没区别 全跟非高管是一致的 非高管一致的 跟非高管不一致的 就在这两点上不一致 找出来 这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看完了这两个文字上的东西 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个一般的员工 跟这个高管最大的区别 当他们都是非居民身份的时候 他们的纳税义务是不同的 所以在确认他们的应税收入时 公式就不同 应税收入肯定确认就不同了 但如果都变成了居民过了183天 纳税义务也相同 应税收入的确认也都相同了 您看看 这不就是吗 要是过了183天的情况下 都跟非高管一样了 只有在没有过183天 是非居民的情况下 他们两者是不一致的 因为在确认应税收入时是不同的 看完了啊 所以下面开始 怎么个不同 不就在前两个时间上吗 在90天以内和90天到183天 就这两种不一样 第一个看没超过90天的 如果是一般的员工 在确认他应税收入的时候 怎么确认 仅就境内所得中境内支付的部分 乘以一个当月的天数比 是境内所得中 而且是境内支付的部分 乘以一个天数比 但如果是高管的情况下 不是了 这个是确认应税收入时 是当月境内整个支付的工资数 都没有天数比 没有天数比 所以来自于境内所得 来自于境外所得 只要是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 看出来了吗 当月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 那就甭管是来自于境内所得中 是境内雇主支付的 还是来自于在境外获得所得中 工作期间内 所有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都整 这就是高管最大的特点 甭管你在境内工作期间 还是在境外工作期间 他就不分了 所以他没有天数的比 直接规定 只要是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 都应该算到应税收入 看好了吗 所以这时候境内支付的这一部分 还是有差异的 差异在哪 普通的员工 这个境内支付的部分 仅就什么 仅是在境内工作期间 工作期间 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高管 别看写着也是境内支付的 这个境内支付的部分 包含着在境内工作期间 也包含着在境外工作期间 都包含了 都包含了 所以他就不像你那个普通员工 普通员工 因为仅就境内工作的期间 境内支付的部分 所以他才出现一个天数比 他就仅就境内工作的天数来算 高管他不管 是你境内工作的天数 还是境外工作的天数 他都要算 清楚了吗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算境内的 还是境外天数了 不算了 区别出来了吧 90天以内高管人员 反而简单了 不考虑这个 超过90天 没超过183天的 如果是普通的员工 说了 拿直接境内外支付的部分 照样要乘以一个 境内工作期间的天数比 还是要考虑境内的工作天数 仅就工作境内工作期间 而且是境内外 整个雇主支付的部分 一定得考虑 仅就境内的工作期间内 一定是考虑境内工作 但是一旦是高管人员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讲 非高管的那个 过了183天一样 是拿境内外整个的工资 乘以1减哪一部分 境外支付的工资的占比 境外工作天数的占比 刨区 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看这刚才这个表 超过90天 没超过183天的 大家看出来了吗 仅就这一部分不争 境外所得工作期间内 哪怕是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 也要争 所以仅就把境外工作期间 境外支付的这一部分扣除 甩下的其他的不全都争 这样的话不就相当于 是非高管人员 过了183又没有到6年期间 那个公式 您看看 这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高管人员和非高管 主要是在前两个规则上 九年和183 剩下只要一变成居民了 任何区别没有 该怎么交怎么交 好了 这就是第二点 所以高管人员没少 大家就知道在90天和183天上 区别是在哪 就可以了 在90天之内的 90天以内的 如果是普通员工 普通员工 那一定是拿境内支付的部分 一定乘以的是境内工作的天数比 只考虑境内工作的天数 天数比 好吗 如果是高管人员的话 就不是了 在确定应税收入的时候 一定是境内支付的这一部分 没有境外 是境内雇主支付的部分 但是甭管是在境内工作的期间 还是在境外工作的期间 不考虑 反正只要是中国雇主给你的部分 你都得交税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天数考虑的问题了 不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直接拿境内支付的工资来算税就可以了 90天没超过183天的花 也有区别 纳税一无不同 普通如果员工的花 直接拿境内境外整个支付的部分 照样得要考虑境内的 仅考虑境内工作的天数比 但是支付的就变成境内外雇主支付的部分 但是只考虑是什么期间 在境内工作期间内 境内外雇主给你支付的部分才算税 但是要是高管人员就不是了 高管人员就变成了 拿整个境内外的整个支付 要乘以括号1减去 仅是境外支付的工资 占整个境内外的支付 境外工作期间 工作的天数占当月的天数 把它刨完了甩下的都要交 好 这就是普通的和高管的 大家要明白原理 经常们作为一般的普通员工的情况下 在9天之内的 我们只考虑在他境内工作期间内 获得的报酬 境外工作期间内 我们压根就不整税 但是高管可不行 高管这个时候 一定既考虑境内工作期间 也考虑境外工作期间 凡是中国雇主给你的部分 我们全整你税 这不就是最本质的区别 好 这个原理大家通了 这就可以了 好了 完了啊 第三点 还讲非居民 但他一个月内 获得数月奖金 这个怎么计算 看看跟居民的区别 也要单独计算 当月的收入额 不要跟当月的其他工资 薪金合并 但是 他是按照六个月来分摊计税 也不能再减除费用 适用的是月税率表 计算应纳税额 在一个年度内 对每一个非居民 这种方法只能允许适用一次 看完了 说白了 跟居民的年终奖 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居民的年终奖 说你选择单独计税时 是除十二个月 你要是非居民 我也获得好几个奖金 也允许单独计算 但是除的不是十二个月 要除十二个月 他就不是非居民了 一定是除六个月 为什么除六个月 他没住满一百八二三天 才是非居民呢 这种情况下 除完了 该怎么算税 怎么算税 他的应纳税额 是拿你整个的数月的奖金 先除以六 除完之后 大家看 直接就乘以适用的税率 减去速算扣除 哎 注意 再回头乘以六 这一点又跟居民 算税的时候 可跟居民不同 和居民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 你看人家是按照贪婪以后的 这是基数 来算税 先算出一个月的应纳税额 用一个月的应纳税额 再乘以六个月 人家非居民是这么算 我们怎么算 我们是拿年终奖 先除以十二个月 除完了 先求除税率 但是算税的时候 基数可不是按照 除完十二月以后的 那个商做基数 我们的基数 我们的基数是全额 直接乘以税率 减扣除数 就完了 人家不是 人家是先算出平均 一个月应该缴纳的税额 再乘以六个月 所以人家这时候的基数 基数是一个月的基数 直接乘以月税率 我们不是 我们是拿基数是全部的 乘以你确定的税率 哪个交税多 我们这居民这交税多呀 架不住你这基数大呀 你这基数小啊 这差别很大的 看出来了吗 方法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啊 规则好像是差不多 都要求可以单独计税 知道吗 不跟你当月工资合并 但是还是不同的 好了 这个大家知道 计算题不会考 看看就行了 接着 非居民一个月之内 他也会获得股权激励所得 这个时候 他的方法是什么 单独计算当月收入额 也是不要跟工资薪金合并 也是按照几个月 六个月来分摊计税 如果你一个月内的股权激励 所得好几次获得的 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然后也不要减除费用 直接适用月税率表算税就行了 应纳税额就是拿你本年度内 所有的股权激励和计数 也是分摊到六个月 按分摊后的数 乘税率减 速算扣除复 算出一个月的 然后再乘以什么 再乘以六 乘完了再减去 已经缴纳的税额 就是你本次交的 完了 这非常简单 好 这几个大家看看就行 计算题一般是不会考的 了解一下 第五 关于无住所的这些个居民也好 非居民个人如何征管 没有住所的预计 在境内居住的时间 来根据合同的约定 来预计它的天数 以及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内 停留的天数 然后来计算 这话明白吗 就这些外籍个人 到底你把它看成居民 还是非居民呢 你在预计他居住天数时 是要根据跟他签的工作合同来定 如果说外籍人员来到中国工作 工作合同一签就签一年 那你直接就可以把它先看成是居民纳税人 实情预扣异角 如果说这个合同里直接就写了两个月工作 那你直接就把它认定为非居民 所以一定要根据他的合同 来判定预计他的一个身份 当然了不是完全绝对的 本来合同定好两个月 回头因为特殊情况 一下就住了好家八个月 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他身份改过来 好就这么简单 一旦实际情况跟你预计的不符 怎么办 预先你把它认定为是非居民了 因为他延长了居住天数 达到了居民个人条件了 这个时候他一个年度内的扣交方法先不变 到年终的时候再改 知道吗 也就是一开始因为他签了一个两个月的工作合同 你就按照非居民这样来每个月扣交 哎呦最后发现他一直也不走了 这样过了183天了 过了也没关系 您就先每个月还按照非居民扣 最后到汇算清交时 再按照居民参加汇算清交 所以这个人在当年离境和预计年度内不再入境的话 他就在离境之前办理汇算清交 他一定是在离境的时候办理 他就不是绝对在次年的3月1号了 为什么 他等不到了人家就出去了 这个大家清楚 第二 如果预先他签的是一个一年的工作合同 所以你就把它预判为是居民 但实际因为没住满183天 达不到居民条件了 在不能达到的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年度终了的15天内 应该向主管税务机关必须报告 然后按照非居民重新算税 然后该补的补物 但是不加收至纳金 需要退税的该退税退税 所以这个非居民没住所的 他就有这个问题 他有的时候在中国居住的时间 他不确定 所以他能不能住满183天不清楚 这个时候你只能先给他一个大概旗 先预算出来 最后等到身份变了 你再调整来得及 好了 这些看看就行 预计在一个年度内 居住天数不超过90天 但实际已经超过90天 或者预计天数不超过183 但他实际已经超过183了 这样当他达到90天 183天的中了后15天内 赶紧向宿物机关报告 为什么 因为他9天之内他有规则呀 他有那个免税规则呀 所以这样的话 你得重新算税 算完了该补的补物 该退的推 好吗 这就是他身份逐渐在变化地方 好了 到这为止 整个的非居民和无住所的居民 全部讲完了 有点复杂 就是嘛 但是这个在我们很多 如果您的那个任职单位里 有好多外籍人员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影响到您在给他算个税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这个税收协定的规则 9天以内的应该怎么算 超过9天 没超过183的应该怎么算 一旦他身份转成居民的情况下 他应该怎么算 这些很实用 因为我们很多的公司里 都有这些外籍人员工作 好了吗 好了 这样整个知识3 真正考在计算题考试当中里 概率不高 因为我们的五分计算题 还是以居民为主 非居民我们就作为计算单选题 看看就行了 好了 都给大家讲透了 进入到第四个知识点 是我们的计算题 重点要准备的地方 特殊啊 都特殊在解除合同 补偿金 内部退养 给的年金 企业叫企业年金 事业单位叫职业年金 今年教材增加了一个个人养老金 这个是新增内容 好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是容易涉及计算题 大家必须得会练 不能光看文字 不行 得要实际操作啊 好 先看第一个 就我们实际工作中 单位如果把员工辞了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是要给予经济补偿金的 那给的这笔钱是交税还是不交税呢 咱们先来看享受免税的是多少 因为破产 职工从企业获得的安置费 这是免征个税的 这是选择题 选选就行了 是因为破产 给员工的一次性安置费 免征个税 第二个超标计税的补偿金 不是破产 是因为跟用人单位 解除了劳动关系 所以给予员工的一次性补偿 多少是要免税的 多少是要交税的 在收入在当地上亿年 年职工平均工资 三倍以内的部分是免的 超三倍的部分 注意交税是交方法 方法不并入到当年的综合所得 也就是说超三倍的经济补偿金 在定性的时候视为工资薪金 但是交税是不并入综合 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的税率表 这个税率表还就是年税率表 计算纳税就行了 所以看完就明白了 等你解除合同给员工的补偿金 您就记住一个三倍 三倍以内的年 超过的部分 是超过的部分 征税 行了吗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考试的时候 这个三倍本身的职工年平均工资 是给大家的 是年不是月平均工资 是当地的年平均工资 已知条件 年平均工资 年平均工资 这个是作为已知条件 会给大家的 再解除完合同了 又再次任职了 那你已经这个 一次性补偿交的这个税 这个笔收入 就不会再跟再次任职的 工资薪金不需要合并 因为他已经单独算完税了 已经单独计税了 所以你要再到一个单位工作的话 不要把这笔补偿金 跟你的工资再合并到综合所得利 不需要 听说什么 不需要再合并 不需要再算税了 这个大家清楚 个人在领这个补偿金的时候 按照规定比例 自己给自己还要上三写一金的 都可以在计税时完全扣除 但我们一般计算题是不给你交代这儿的 你就不要考虑了 好了 这就是补偿金 文件非常简单 就是三倍以内的免 超三倍的部分交 交的时候怎么交 不跟工资合并 单独算应纳税所得额 单独直接查找税率 算税就行 好了吗 好了 这就完了 看完我们练一道题 得练啊 教材上没有 我们得练一下 公民张某 22年的12月底 跟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公司一次性给了他经济补偿金 25万 生活补助费 又给了4万 以致张某所在的地区 上一年 月平均工资平均是4500 给了啊 这是以致条件 给了是月平均工资4500 那你不得乘以12个月吗 算出年的 再乘以三倍 是不是 这就是相当于是免税的 得出来 超过的部分才应该交税 所以他问张某 这笔补偿收入 应该缴纳的个税是多少 会算了吗 因为解除合同 获得的补偿金 包括一次性给的 也包括生活的什么 困难补助 这都算一次性补偿 25万再加上4万 一共29万 那么哪些部分是免税的 先把三倍算出来 三倍是拿月平均的 4500乘以12个月 再乘以三倍 得出来是16万2000块钱 这一部分是免税的 这一部分是不用交了 甩下的部分 12万8000块钱需要交税 这个不并入到综合所得 单独是用综合税率表 计算纳税 所以这道题呢 让大家来算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多少 直接根据12万8000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什么都不让扣 知道吗 减完三倍的部分 就是所得额 什么都不让扣 这样的话 查找税率表 直接算税 还就是年税率表 OK 这就叫不并入综合 因为你综合已经减完了 三减一斤了 专项附加了 所以这儿就什么都不让减 就减一个三倍的部分 减完超出的部分 就是所得额 全额继税 OK 这不就解除补偿金吗 会了吧 好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计算题考的 内部退养 所获得的收入 这比较特殊 这个了解一下 没准会考个计算 单选题 有可能 我们看跟这个解除合同 不太一样啊 先解释一下 这个内部退养 跟那个法定的提前退休 不太一样 这个主要是企业自己内部 减原增效 搞的这么一种 知道吗 也就是说用不了那么多人 所以呢 要减原增效了 有一部分人就离岗了 但是劳动关系没有解除 就是离岗 然后提前就享受什么 内退退休的待遇 该给工资给工资了 就是没你岗位了 你就该怎么拿钱 怎么拿钱 这叫减原增效内部退养 是企业自己内部 搞的这种退养制度 首先看税率如何确定 因为你这一离岗的话 单位也得给你一定的补偿 当你如果获得补偿的话 这笔补偿的收入是要交税的 它可没有免税问题 它还不像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还有个三倍免 它不免 绝对交税 怎么交 税率在确定的时候 拿你整个获得的一次性单位 给你的补偿 一定先摊到月份数 摊到什么 从你办完了内退手续 一直到法定的 法定的退休年龄之间 所属的月份里 明白了吗 因为你还没到法定退休年龄 单位就相当于让你提前内退了 这个时给你的钱一定要摊到 一直距离你法定退休年龄所属的月份 摊成平均一个月的收入 然后要跟取得的当月工资薪金要合并 合并完了就是你实际这个月平均以后的工资 然后按规定减去一个月月扣除标准 不是累计 就是月五千块钱 减完之后的余额 用来确定税率跟扣除书 这时用的一定是月税率表 查的一定是月税率表 不是年的 把税率确定完了 第二步 算所得额的时候 拿你当月的实际工资 注意这个时候就得拿当月哪个月发放的 就把这个月一次性的全部的退养收入都加在这个月 是全部的就不能再摊成所属月份那数了 两个合计以后减去月费用扣除五千 减完就是真正的这个月的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下一步算税额 直接用所得额乘以的是哪个税率 是你第一步核定出来的税率 减去速算扣除书 看懂了吗 好了 这三步大家先看完了啊 看完以后大家看 个人在办完了内退手续 一直到法定退休年龄之间 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了 获得工资了 一定要跟原任职单位的工资必须合并 然后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税 所以这里注意的 内部退养跟法定退休 税收的政策差别 法定退休 领的这个退休金是免税的 内部退养期间 所谓领的这个工资是征税的 这是它最大的差别 看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关于内部退养 它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在这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内退 内退 记住了 是企业自己搞的 它是不符合法定的提前退休条件 这句话解释清楚了吗 不是法定的 哎呦 允许你提前退休了 内退 内退 不也是一个提前退吗 还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您就退了 而这个内退的提前退 所以是企业自行 搞的这么一种 简缘增效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前退休 那大家说了 法定的提前退休 说的主要针对什么 是针对我们现在的公务员 事业单位 知道吗 它有这个提前退休 因为原来按照原来的规定啊 这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啊 男同胞 没问题 都是60岁 女同胞呢 一般情况是55岁 就应该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就到了 结果呢 现在不就延长退休年龄了吗 这个国家的延长退休的这个政策 一出来之后呢 等于都到多少了 尤其咱们女同志都到60周岁了 都应该是法定的真正退休年龄是60 但是呢就给了一个过渡期 他说这些机关事业单位啊 本来女同胞应该是55就退 但是这个延长的政策一出来之后呢 到了60周岁了 因此这时候允许你可以不按照这政策走 我就到55 我就退了 这时他就允许你按照老政策来走 不按照新的延长政策走 我就可以申请退休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现在的法定是60 但是他允许你55 按照老办法老政策就可以退休了 这种情况下 他就算法定的允许你提前退休 按照原来的老的这个政策 您就可以提前 他就算提前退休了 提前退休 如果符合法定的提前退休 相当于你就正式领养老金了 所以55岁一退 就意味着一直到60周岁 原则上是60周岁的 这个实际上所拿的工资 都是可以享受免税的 相当于就是正式的符合退休年龄 所以他的养老金是免税的 这是真正的法定提前退休 主要指的是这些机关事业单位 原来人家就是55该退的 你现在让人家60人家不乐意 这时候允许人家55退 他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 这样的话他就真正算退休了 因此法定的退休 这样所领的工资是免税的 而你现在企业自己搞的这个就不是了 你自己搞的很有可能出现了 本来应该法定的退休年龄 退休的年龄 看好吗 是60周岁 可是呢 现在你的企业自己搞的内推 这个员工很可能才多少 才50岁 他就允许你退了 等于距离法定的真正退休的年龄 还有10年呢 但因为你得让岗位呀 离岗了让你 所以你50岁就提前内退了 让你让出了岗位不能白让啊 所以在你办理内退的时候 就给你一次性的什么补偿了 再有些起相当于叫买断10年的功龄 提前一次一年补你多少钱 那假设因为你这个提前内退 让岗位了 单位给了你10万块钱 一次性的补偿 记住了 第一点区别 从你50半里内退那一天 一直到法定的60周岁 在这10年期间 你所拿到的每个月的月工资 别看叫内退退休工资 不免税 这是不免税的 而且照样得给自己 给自己交社保 单位也得给你上 自己也得要交社保 得交到60周岁 法定的退休年龄为止 不像这个法定的提前退休 我55就可以退了 是你国家允许我退的 这个是不仅工资免税 而且不再交社保了 单位也不用给我缴了 自己也不用缴了 彻底就完了 内退期间 记住 企业搞的这个 第一工资照章纳税 一直到你法定的60岁退休 才会免税的 第二在这10年期间 社保照样得交 您看这就是区别 所以它跟真正符合法律 规定的提前退休 差别很大 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把握好了 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给的这10万 必须得纳税了 就没有什么三倍不三倍了 那交的时候怎么交呢 大家看第一步 大家看好 第一步是要求税率 先把税率求出来 求税率是怎么求呢 拿你这10万块钱 就我刚才这例子 按照什么 按照距离到法定退休年龄 所属的月份 你提前了10年 一年就是12个月 你拿这个10万除以多少 一年是12个月 10年呢 就是 是不是 120个月 你拿这个10万 摊到所属的月份数 平均就是一个月的收入 第一步清楚了吗 拿你这个一次性补偿 要处于距离到退休 所属的月份数 一直到法定退休 10年 那就120个月 平均完一个月 再把当月的工资 必须得合并 加上当月的工资 你在哪个月给你的补偿 这个月肯定他还要照发你工资的 合计起来 然后减去5000块钱 减完之后得出的这个数 尽管也叫所得额 不是用来算税的 根据这个数 查找税率表 确定在哪一级上 扣除数是多少 此时一定用的是 换算成的是月税率表 看好了吗 第一步把税率就求出来了 求完了 第二步 记住了 就是真正算 应纳税的所得额 所得额在算的时候 看好了吗 这时就是你当月所有获得的收入 给你的一次性补偿10万 就不能再出120个月了 就是这个月的 再加上当月的工资 给你的工资 这就是你这个月的全度收入 明白吗 然后减去费用扣除标准 月扣除额就是5000 这样的话得出来的这就是币 这个币才是用来算税用的 然后第三步 您就算应纳税额 应该交的个税 就拿你这个币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的不是根据币查找的税率 乘以的是你在第一步 求出来的税率 和速算扣除书 算税就完成了 这就是内部退扬 所以这个提前内退啊 企业搞的跟真正的我们法律 允许你提前退完全不一样 影响到工资交不交税 影响到社保还用不用交 这差别很大呢 一定要把这块弄清楚了 好了 我说的这些都清楚了吗 这样的话 你内退的十年期间 你在单位不干活了 光领工资了 我闲着也是闲着呀 我又跑一个单位又任职了 人家又给我一份工资 那就相当于你两处得工资 两处必须合并 算税去 好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 内退 企业搞的内部 跟我们下面要讲的提前退休 这是法定的允许符合退休条件的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 也给了一次性补贴的 是按照提办理退休手续 一直到法定退休年龄 实际的年度不是月份数去平均分摊 分摊成平均一年的所得额 确定适用的税率扣除数 然后单独是用年纳税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就拿你获得单位给你的补贴 直接处以摊到所属的年份数 平均一年的 然后该减的减减减什么 减六万呢 减完了得出的所得额查找税率表 乘以算出来了 在乘以实际提前退休的年份数 所以这个一定是指法定的允许提前退休 好吗 像我刚才说的 本来应该60岁才应该是法定的退休 但国家允许你55就可以提前 就可以提前退了 这样提前退 如果有些单位会给你补贴的 我觉得现在一般都没有补贴 都不会给补贴 但如果真的因为提前了五年 给了你一次性的补贴 这个补贴记住是不免税的 你退休的工资啊 社保不用交工资都免 但这一次性补贴是需要交税的 那假设因为你提前了五年 所以提前退休了 给了你也是十万块钱 那这个时候十万应该怎么交税 你直接拿十万除以五年 平均成一年就是应纳税 就是一年的收入 除完之后平均的一年 减去固定的六万块钱的免征额 减完了以后 直接查找税率表 乘以税率减去扣除数 算出一年应该缴纳的税 再乘以五年就OK了 这就是提前退休 所以它跟减员增效差别很大 看完了吗 看完练练这道题 22年的1月 黎某符合法定的提前退休 所以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 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差两年 所以单位给了它一次性的补贴15万 就这15万 请大家计算它应该交的个税 因为首先这15万肯定是不免税的 是要交的 怎么交呢 距离退休提前了两年 先拿这个15万 摊成除以两年 平均成一年 然后减去一个年免征额6万 减完直接查找年税率表 算税就可以了 算完了再乘以两年 整个两年交的税就出来了 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提前退 所以所谓的都是提前退 都是没到法定的退休年龄 提前退休 差别大不大 大 是法律规定的提前 还是你企业自己搞的 那差别太大了 法定允许你提前退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一定是工资就开始免税了 社保就不用再交了 然后给的这一次性的补贴是需要纳税的 是需要交税的 交的时候允许你直接摊到所属的年份数 算税 企业如果自己搞的提前退休的 工资本身是不免税的 社保还要照交的 最后如果也给了一次性的补贴 也要征税的 但这个计算方法跟这提前退休完全不一样 它是摊到所属的月份里 这是摊到年份数 所有计算方法完全不同 所以把这两个特殊的计算方法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 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交税差别很大 会算了 这就可以了 好了 整个围绕着关于提前退休 这回大家清楚了吗 别最后闹不清楚 怎么都提前退休 怎么还两种算法呀 这个是法定的 这个是企业自己搞 说白了 这个主要针对机关事业单位说的 这个主要企业自己说的 两回事 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这个知识点 需要大家清楚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